大家好,我是刘姐 关于想来新加坡做工作 和即将来新加坡的你们刘姐 跟你们说一下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不管你们是哪一家中介公司介绍的 第一,看清楚合同 第二,和雇主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听清楚,问清楚 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试用期的时候你有哪些待遇 有哪些假期这些方面的事 这个真的千万千万要记住 就是一次合同 二是和雇主面试的时候 要问清楚你的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试用期你有哪些福利 有哪些待遇 试用期满了 你有哪些福利 你有哪些待遇 这些一定要问清楚 还有的就是关于中介 你们在找中介的同时 就是不管是刘姐推荐 还是你自己在外面找的 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中介 什么样的情况下 假如说我到了新加坡 雇主违反合同 或者是雇主很过分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 就是中介再二次帮我安排就业 因为 怎么说呢 据我了解 很多家中介 都是假如说你到了新加坡 因为原来找的那份工作 可能你身体吃不消 或者是你不太想做了 或者是各种原因 你想再换一份工作 即便雇主同意了 中介也会要二次收费的 据我了解的是这样 就包括刘姐本人也是这样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中介会说 如果是在合同 是雇主这方违约了 他们可以免费给你更换 但是如果雇主没有违约 那就没办法给你更换 就是你再要换一份工作 他们一样的要收一次费用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刘姐呢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 就是想来新加坡打工 还是 就是说 打算来新加坡打工 就是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这些 就是 因为其他国家 我不知道 我没有出过国 我现在人在新加坡 所以我才 跟大家说新加坡 因为你要跟我说什么美国 什么什么哪个国家 我没去过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在新加坡 我只能知道 就是我所了解的这些事情 因为 我跟大家讲了 这个餐饮呢 是非常残酷的 在新加坡 非常累 就是如果你是想学技术 不在乎累苦 那你可以选择餐饮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没有接触过 那我想没有几个人 能撑下来的 所以呢 就是近期当中也有 真的是想换工作 但是呢 跟中介这边呢 就是搞得不太愉快 就是中介就觉得 雇主没有违反 这个合约 因为都是有试用期的 但是呢 来的人呢 他觉得就是 跟这里的主管经理谈了 就是原来合约上的那些福利待遇 即便过了三个月也会没有 啊 所以呢 我也劝大家 在你即将要来 即将要签合同 和雇主视频 所有的 刚才刘姐的说的事情 你就一定一定记住 要弄清楚了 要不然的话 你工作如果到这边不合适 你觉得苦了累了 或者是哪些方面不好 你再重新去换 你又得花一次钱 所以真的这样不划算 大家一定一定要弄清楚 不要着急的 好吧 我也希望能帮到你们 真心的去 所以刘姐说的这些呢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清楚了 这样的话 会少了很多的麻烦 也让你烧走很多弯路 因为我也讲了 很多的工作呢 可能比你想象之中的要辛苦 但是呢 万一你到这里 或者是你跟雇主 谈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或你的合同 怎么样情况 你也不知道 这样就会 让你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 因为我 我知道的就是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呢 大家闹得不愉快呢 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就在面试 还有合同 一定要问清楚 还有跟中介也要谈清楚 把那些节评保留 就是万一你到新加坡 是雇主不好 雇主违约 那你要换工作 他们还 是不是免费帮你换 这些你们都问清楚 会比较好 希望是 不管你从哪一个中介走吧 能都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的在外面赚钱 是吧 所以 真的是 有事情发生了 刘姐就会突然间想到了 就会录个视频 这样的话 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吧 所以大家 也都 不管你从任何哪一家中介 都要注意这些 好吧 希望能帮到你们